话语时期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信神的生命 哈利路亚 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 扩大经典版圣经旨意里说到 神能使各样的恩典 各样的恩宠和地上的祝福 丰丰富富的临到你们 叫你们始终 无论有什么环境 什么需要 都能自给自足 拥有足够的财物 不需要援助或支持 并且有丰盛的供给 可以行各样的善事 做各样的捐贤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克雷斯牧师说 神的计划是让他的儿女 拥有充足的供应 我查遍了圣经 没有发现任何地方 让我们认为 贫穷 缺乏和匮乏 可能是神的旨意 圣经中甚至没有这样的暗示 回想一下 就连魔鬼也责怪神 使约伯父主 用丰盛的物质祝福了他 约伯节第一章九至十节 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你的经济或物质信身 对神来说很重要 他在约翰三书第一章第二节中说 亲爱的 我愿你凡事 心生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魂心身一样 想一想吧 约伯记第二十二章第二十四至二十五节说 这样你继续的金子就必如尘土 而匪的黄金也必如锡和石头 全能者就必做保护你的 你也必得许多赢 如果你曾把桌子上的灰尘擦干净 你会发现 过了一会儿 灰尘又会堆积在桌面上 这描绘了神的子民 所要尽力的那种信声 源源不断的丰盛供应 Hallelujah 这让人想起大尾在诗篇第二十三章一至二节中所说的话 大尾的诗 主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祂使我躺卧在青木潮中 拎我在可安歇的重水边 这就是你思考的方式 你被源源不断的供应着 这与你居住的国家无关 这是你在基督耶稣里蒙照的生命 再次回顾我们在开篇经文中读到的内容 神不希望你有缺乏的意识 你是神的后世 以基督同坐后世 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说 万物全是你们的 你们的天赋拥有全世界 并将他赐给你们 因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你们既是基督的 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 是照着应许为后司的了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九节 在基督里选择喜乐 富足的生命 不要把你的工作或生意 看作是你的生活的来源 而要看作是祝福他人的途径 在基督里 你已经进入了极度丰盛的生命 认可并享受你的基业吧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你是恩慈 良善的 感谢你使我 以基督同作继承人 世界属于我 我选择在基督里过喜乐 富足的生命 因为万物都是我的 没有任何美好的事物不属于我 我居住在极度丰盛的领域中 我的生命彰显了你的爱和恩典 在耶稣的名里 Amen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到以下的参考经文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至三节 诗篇第二十三章一至二节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 哈利路亚赞美主 这本每日灵修 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八千一百二十三种语言译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极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 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祂 并祂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